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全新单元 建筑小仙杆 那本节目的目的呢 在于为各位带来好的建筑作品 他们是怎么样制作 运用了什么技术 让不论是建筑界的你 或者是在学习中的你呢 都能够借由我们的朋友 分享经验 来知道如何让自己进步 以及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认识今天的得奖者 以及他所得的奖吧 首先呢 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什么是Teen20 如果是还在学的学弟妹呢 可能就要特别的注意咯 Teen20呢 就是将各地优秀的毕业设计 收集起来并且整合的一个平台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直接利用搜寻引擎找到他们哦 我就在这里不多做介绍了 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人呢 就是Teen20的得奖人之一 周佳沛 嗨 大家好 我是台湾科技大学毕业生周佳沛 以及我们节目的共同制作人 土阿诚 哈啰 大家好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毕业设计主题之前呢 我们现在请周佳沛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周佳沛 那很高兴今天受邀来参加这一个访谈的节目 那也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毕业设计这一年中的一些所见所闻 对那接下来就交由我们的主持人继续开场 那在认识你的毕业设计之前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30秒的小广告 各位看完广告回来了吧 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周佳沛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毕业设计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有关于机场的一些未来化研究 那我是以我们台湾的这一个国门桃源机场作为一个出发点 那去探讨说我们未来地球村的这个时代里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旅行的体验 再加上其实这两年来这一个疫情的关系 其实对我们人类在飞行上面 就是在跨国的旅游上面带来相当多的一个不便利性 那这也会让我开始去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机场 整个设计它不是一个用现在的角度来想 而它是一个用一个比较未来的一个目标 作为我们出发的一个方向 那尽可能的就是把这一次毕业设计当成是一个 对于机场的一个梦想蓝图这样 嘉佩同学你做的机场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么大的操作量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 那可能很多学弟妹或者是朋友 现在在做毕业设计的人可能就会想要问你 就是你怎么样规划这整年的设计进度 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做出一个完整的毕业设计 以我的角度来说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自己在时间上管控要非常好 因为其实毕业设计算看起来是一年的时间 但其实光前面的分析也好 然后还有你深入去了解一些跟基地有关的事情 其实应该就会花掉大概要一半的时间走了 对所以如果说自己在进度上面没有控制好的话 很容易前面可能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研究 那后面反而可能会让自己比较没有办法 很深入的去就这个议题做发展 应该说每一个时段里面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你自己要让你自己很清楚 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话 在整个流程上面应该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大的出错 然后不要跟毕业设计的老师吵架这样子就好 那我们刚才我们既然讲到时间这个事情 那其实现在的话大概是九月多 大四或是大五的同学 他们现在大概开始在规划自己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然后可能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这边的话就想请问一下 你在当时大概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选定的题目 然后又或者是你会给 现在还在烦恼要选什么题目的那些 选定的那些有什么建议吗 那就分两部分讲好了 如果说你已经很确定知道你想要做什么方向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放胆的去做 因为毕业设计 我认为它没有所谓的对和错 那就是你自己学了三年多的建筑物之后 那你对于整个建筑 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看法 这就是个人的这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和经历而已 也就是不要说可能想说 我是不是要挑一个再更厉害一点的题目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要挑一些特别的题目来做 那我觉得就是与其做这件事情 不如赶快更深入的去发展 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就是对于没有很明确目标的人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其实每一年的毕业设计这样子 就是看学长节啊 还有我们的同学看下来 其实前面即便说路不是很明确的人 到后来还是可能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吧 可能从9月啊到10月的这一段时间里 如果不是有很明确的目标的人 反而是很广泛去涉略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因为如果说真的没有目标的话 那你太快去选择一个东西去做 有可能你做两个月可能到12月才要翻案 那其实就得不偿失这样子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那你自己应该是比较属于有目标的人 当初一开始就已经先从决定要做机场 我觉得你这样算还蛮不错的啊 有鼓励到没有目标的人 因为像我自己当初其实就算是 比较没有目标的人在做BA设计啊 我是觉得比较没有目标的人的好处就是 把大事当成一个算实验性的阶段吧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读了三年的建筑系 但其实你可能没有因为某一个议题 或是某一个类型的建筑题目让你感到很兴趣 那你就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去找到 那一个你喜欢的方向 我觉得这样子都比很浑浑二二 或是很随便的做一个BA设计 还要来的好了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地方非常好 就是你不要对你的BA设计题目太执着 太迷惘 想要去求一个最强的BA设计题目 不如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改造到好 把自己生活周遭可能想得到的事情改变好 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BA设计 是啊是啊 就是因为反正BA设计它在整个大学阶段 它是一个算结尾吧 但是你如果以建筑生涯来说 它只是一个刚开头 有点像是小实习之类的 让你自己去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事 不要把BA设计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吧 自己压力太大 那其实对于如果有一些已经有方向同学 可以已经是可以往更深入的地方去做探讨 那如果对比较没有方向同学 可能就可以去再利用这个暑假吧 再去做更多方的尝试 我想你的意思应该大概是这样 是是对 好那我们再讲完大概怎么样去着手自己的 毕业设计跟寻找自己的方向之后 我们总是要来问你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做出这种漂亮的毕业设计 问一下你自己在毕业设计 你大概用了哪一些软体 然后帮助你最后呈现的一个策略 在软体上面主要建模的话 我都是用Revit为主 那会搭配一些像Sketchop等等的软体来做 对但是因为Revit在我们大学的这几年 不管是教学也好 还是在实用上面也好 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再加上因为其实我做的整个规模相当的大 在这种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基地的话 其实用Revit它的好处是 就是它可以整合东西比较多 那可以比较帮我节省掉比较多的一个时间 那作品成像上面的话 我主要用的这一个渲染软体 是用Lumen这个软体来做渲染 对那今年就是我们学校也是刚好有 跟这个台湾Lumen的代理商有合作这样 所以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用到很棒的软体 对所以 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就是因为Lumen这套软体 它可以帮我们省下蛮多的一个时间 那它也是可以帮我们把一些在脑海里面比较抽象的影像 可以把它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它呈现的更漂亮 更完整一点这样 所以像是在我的整个设计里面可能有一些透视图啊 一些渲染的影片或动画等等的 其实都是靠这个软体来呈现的 对那再过来就是像Photoshop等等之类的 再让它变得更漂亮的一些加工这样子 我看你用了Lumen的图片用了蛮多的 可是有几张图会比较特别一点点 我还蛮想问一下 就是譬如说像你的Ting20上面 其实有一张图片就是很大的剖面图 我还蛮印象深刻的记得那一张 就想问你这张大概图是怎么做 你大概花多少的时间做 又是怎么去哪里学来做这个图片 其实像现在刚刚有提到 就是不管是用Revit用Lumen等等的 其实因为现在的软体越来越新 那在功能上面也越来越好 以前传统可能要切一张漂亮的剖面图 包括后置可能要用PS等等的 都是蛮耗时间的 那我所做的那张图的话 主要是用Revit建完模型之后 把它丢到Lumen里面去 那Lumen现在有一些新的功能 是可以直接切剖面 那这个对于我们建筑系的同学来讲 或者是所谓来在建筑从业的人来讲 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剖面图它能呈现的与会是非常多的 包括说高低措程 室内和室外的交互的关系 其实用剖面图来讲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那张图的话主要就是用Lumen 它里面的一些渲染的效果来做 其实Lumen它提供不一样的效果 那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有一些图我们可能是要讲求它百分之百的拟增 那有一些图我们可能只是要就重点的部位去讲 作为一个创作者 我会很清楚知道说 我这个图想要让阅读的人很清楚的去了解说 我要呈现的是什么 所以有这些新的软体 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在创作和设计上面 是有很大的一个加分 我们也有点好奇就是 你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 你个人会使用的一些小习惯 或者是一些小技巧 结合在你自己的这些图面 或者是你的final presentation上面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主要就是在做不一样的图 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不一样的图 它要呈现的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这一些软体 其实它现在在使用的难易度都变得很方便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效果可以去选 所以个人的建议是 比如说就是可以透过自己 在一些比较空闲的时间 可以去摸索 去找到自己比较喜欢 那在呈现上面也是一个 蛮清楚蛮容易让人家了解的一个效果 那至于一些细部的技巧的话 现在软体它很多都是 有很多不一样的参数可以去细部的调整 主要还是靠自己去习惯这一个软体之后 那久了其实就会让整个速度变得非常的快 那也会知道说我在做一个图的时候 有哪一些重点是我们要去注意的这样子 对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在presentation上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你要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catch到整个目光这样子 对那其实像用透视图啊 然后用影片的方式去安插在你的设计说明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它可以很快速而且是很强烈的让人家去接受到你要传达的一些 不管是理念啊或者是想法这样子 我想不论是在评图或者是在净图参加比赛的时候 很多老师一定都也会是喜欢看那种 那个图片到底漂不漂亮 可能很多的照片里面就先挑最漂亮的那个 看看它做的好不好 我们再来想一想其他做的怎么样 你的IG应该也追踪很多那种建筑图片的网红吧 其实都是有在看 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我是怎么样去学习 像现在网络的世界这么的发达 其实有很多的YouTube啊 像其他的平台都有很多人在教学要怎么样去做 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 如何学习这些软体 然后你怎么样去帮助你自己可以在 不论是评图的最后的评图场上 或者是你在净图的时候怎么样抓住评审的信 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奖项 也非常恭喜你啊 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给一些可能学弟妹一些建议 然后最主要我想说的就是 你真的要很喜欢你的毕业作品 不论他最后这一个是被评的好啊 被评的不好啊等等 其实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你去回想你在前三年或前四年 你学的这一些在建筑上面的一些事情 那把这一个毕业设计当成一个呈先其后的一个过程 对那让你在未来进入建筑界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另外就是说在做这个毕业设计的时候就是你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也不用害怕说别人去说你的设计好或不好 因为最后比的都是你在跟你自己比 毕业设计前先灌一波心灵吉堂就对了 对对对对 不要紧张 也希望你能够真的在未来事事顺心 那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 那之后也谢谢周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谈 对然后也祝福你之后能够保持初衷 维持你对建筑的这个热情继续走下去 那我们今天就大致上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好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是未来建筑事务所的嘉佑 我是嘉诚 我是嘉佩 我们下次见 拜拜